我其实一直在想上 你们聊一下 没问题啊 如果是别人对我很高期望的时候 其实如果没有打胆 像我很内疚 所以说我那几天很痛苦 一方面是我觉得 我自律自己的要求回到 第二个我是觉得 合伙人既然对我的期待那么高 我没有答应他们的期待 那我就对不起他们 我觉得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你就做你自己 就做你自己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什么人 你面试的时候那个样子 就是我们喜欢的样子 不要刻意地去把自己 变成另外一个人 人都是有缺点的 你车点暴露出来 完全不要紧的 对吧 你就不用怕 你就展现真实的自己 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你前天都搞的那个反垄断 非常棒 我们都觉得简直太惊讶了 刘玉成 你是不是又在吐槽我 你们俩太搞笑了 他又在吐槽我 肯定是 我和玉成刚合作 其实我们俩和他 我和他性格里面 有很相似的地方 然后第一次合作的话 我觉得就十双方没有配合 我们俩都后面就自己谈好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 我们第三轮打完 是觉得我们俩有问题 然后我们找到了问题 然后我们觉得 我们的配合要磨合 但是我们从那个意思 那个为契机 认识到了我们的不同 也认识到我们各自的优点 而且我就是觉得 我跟玉成也讲 就是说你尽量去打赢了点 如果实在 你需要我补充的 我才去cover你 我就是你的backup 对的 就应该是这样 取长补短的这种 互相配合 对 因为最后你出来的是个teamwork 对 不是你某个人怎么怎么样 而是你整个你两个人 配合出来的最终的结果 对 你单个人表现得再好 你最后还是个失败 对 你对方不配合你 你怎么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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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